哈喽 兄弟们 今天呢 我们又邀请到一位成都的新粉丝 来跟我们一起探险 她叫思思 打个招呼 然后呢 其实就是我们老探险啊 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呢 今天我带我们青年团的成员呢 来这个废弃的宿舍 玩点不一样的 我们准备玩一次捉迷藏 接下来有请一下我们的其他成员 胆小怕失的路总 小路总 哎 又要拍这些东西 受不了了 还有里面坐的是我们的去过殡仪馆 跟废弃医院的东北小伙 为啥我们今天要拍宿舍呀 我跟你说啊 之所以带你们来这个宿舍啊 是因为他之前他还在运行的时候 突然呢上面说发下来一个通知 让整体班签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灵异的事件出现 你知道吧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带你们不光是过来玩个捉迷藏 其实还是探一下里面的究竟你知道吧 你知道吧 你知道吗 上次我们拍那个废弃船的时候 也是玩捉迷藏 然后呢就拍到了那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里面住的流浪汉之类的人 我觉得真的有点虚啊 我知道 我回去剪视频的时候还看到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 它里面肯定有一些神奇的所在 所以说我们进去边玩边探一下怎么样 怎样 你看这人都都虚了 太虚了整个人 你们去吗 你们去我给你看车 别别别别 还是让废弃船老规矩 你们去我来找你们来藏好吧 行吧 下车下车下车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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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找他们 这帮人不知道也不知道他们藏哪了 我先从这个餐厅进去 这个房间 那个房间里面好像有亮光哎 我猜那个小姑娘肯定在里面 可以进来看到这 这边的话就有一个监狱的门 那个门还是开着的 我的天哪 看到没有 我看到他了 你不会瑟瑟发抖吧 已经在里面 你怎么藏到这 藏到这 藏到这也太好找了吧 太怕 害怕 他们可能就在上面 上面的话 这边也有隔层 然后那边的话也有房间 那边是一个党员活动室 我先把这个门打开 我能关上了吗 这个门是吧 对啊 刚我进来的时候我开着的 好吓人 蛮吓人 咱真不会打扰到什么东西了 我先把这个门 先把这个门推开 啊 怎么这么入戏啊大哥 不是入戏 这真吓人啊 太恐怖了 兄弟们 太恐怖了 我相信我们这个位置 肯定没有人都找不到 哎 他们会不会在这里啊 这有个柜子 应该没藏在这里 哇 感觉你还胆子还是挺大的 哎这上面是什么 这怎么还有个衣服 这是冬季的衣服 哎你猜他们 你猜他们会藏到哪里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咱们只有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找 哎 房间 打不开 这好像有点打不开的感觉 我试一下 坏了吧 可以打开可以打开 这个门应该是锁住的 那就在这里面吧 哎你看这个门上面是什么印记啊 真是像是符咒 你说打开这个门里面不会有什么怪异的东西出声吧 有什么怪异的 这有个柜子 这应该就是麻 哎这好像就是堵桌 有堵桌 然后那边还有麻将房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棋牌室 我看一个柜子里面有什么 哇这柜子里面 哦哦哦 怎么还有新的麻将 我看一下他们 我看他们藏不藏桌子底下 桌子底下也没有 感觉这屋很容易藏人 看到没有 应该好像是就在那 别藏了 看见你们俩了 还藏呢 你俩这么大老爷们藏一个柱子里面不太行 吓死了 我们去看这个衣柜 你们有敲吗 没敲 你去听一下 衣柜刚刚一直在敲东西 去看一下 你去看一下 我 我去 你去 带头 快点 快点 赶紧给你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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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边有声音听到没有 就在那里面